乾隆宠爱令妃,这不光在历史中有记载,就算是后世的我们在电视剧中也常可以看到关于乾隆和令妃恩爱的镜头,令妃的出身虽然不高,但是实打实地得到了乾隆的爱,包括令妃死后,乾隆也依旧为令妃作师束手。 乾隆在另一皇贵妃晚世中,就曾经对去世的令妃表示过深深的怀念,强受卑劣为欢喜,杨体赐为杜念尊,足以见得乾隆确实在众多后妃中对于令妃是用了几分真情意的,包括令妃能够在十年之内连生六胎,就足以见得乾隆的宠爱即胜。 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刚刚生产完的女子是需要坐月子的,不仅如此,古人也认为生产之后行房事并不吉利,为何乾隆根本不在乎这些十年之内六个孩子? 算下来,令妃根本就没有时间坐月子休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而153年之后出土的令妃尸骨,又到底揭露了他当年死亡的什么真相呢? 订阅历史时宜,带你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乾隆皇帝一生繁华如梦,情势如烟,他的情感世界如同他的王朝一般,辽阔而复杂,他不仅在宫墙之外,处处留情,洒脱不羁,在那一座座巍峨壮丽的宫殿之中,他也曾让一颗颗芳心,沉醉在他那迷人的风采之下,其中有一位妃子曾被他深深的恩宠,他就是后来嘉庆皇帝的母亲令妃,乾隆对令妃的宠爱, 似乎是那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深情,他的婉约与机智,他的柔情与坚韧,都让乾隆为之倾倒,据说,乾隆对令妃的喜爱,丝毫不亚于那位端庄秀雅的皇后复查室,甚至在令妃刚刚经历生产的痛苦,身体还未完全恢复的时候,乾隆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他的寝宫,与他共度粮消,然而,关于令妃的死因,却成了一个长久的历史之谜,他的离世,似乎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秘, 让人不禁遐想万千,直到百年后,他的尸骨意外出土,这个谜团才得以揭开,令妃原名魏家氏,生于1727年的满洲正皇旗鲍伊家族中,他的父亲魏清泰,在内务府担任内管领一职,这个职位虽然尊贵,但实际上,在满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下,魏家的地位仍然受到了限制, 尽管魏家已经是内务府中等官僚家族,但是在严格的血统划分下,身为汉族血统的他们,无法与那些正皇旗官患子女相提并论,乾隆六年,魏家是踏入了紫禁城的大门,开启了他的传奇一生,他从小就具备一种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准确地洞察人心, 这使他在复杂的宫廷环境中如鱼得水,尽管出身褒衣,魏家是却从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望,他勤奋好学,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尤其在诗词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他的才华渐渐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于是,乾隆十年,魏家是从默默无闻的魏贵人,晋升为令嫔,成为了皇帝后宫中的一员,嫔,在皇帝的后宫中,地位仅次于非,是一种尊贵的女官身份, 她们不仅在宫中拥有崇高的地位,还有着一定的官阶,在众多的女官中,除了统领后宫的皇后,接下来就是那位皇贵妃,她享有着极高的荣耀和尊敬,随后是两位贵妃,她们宛如宫中的明珠,璀璨夺目,紧随其后的是四位妃子, 她们各自拥有着独特的魅力,而嫔,则是六宫中的重要成员,她们共有六人,分别居住在皇宫的东西六宫中,对于魏家是而言,能够成为嫔,已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尽管在众人眼中,她仍然是六宫中品皆最低的嫔,但这对于出身卑微的包衣来说,已经是很难得了,此时的魏家是,正值十九岁的青春年华, 与其他在深宫中苦苦争宠的嫔妃相比,她能在如此年纪便攀置嫔妃之位,无疑是一股清流,令人惊叹,在后宫中的嫔妃虽各有风情,但和乾隆相处时大多都唯唯诺诺诺,百依百顺就怕惹恼乾隆给全家带来灾难,可是这样的公顺时间久了,对于乾隆来说也就没有趣味了,正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见得多了,她就想找有趣的灵魂了,而令妃自小就古灵精怪, 没有受到太多规矩的约束,骨子里自然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再加上她很会琢磨皇帝的心思,这就让乾隆非常乐意与令妃相处,这样的妃子让乾隆感到很新鲜,而在乾隆强行临性令妃之时,令妃又表现出了小女儿一般的娇羞,这样的反差让乾隆很受用,以为自己靠人格魅力征服了令妃,而不是皇上的名号,心思细腻又胆大的令妃, 先挑起乾隆的征服欲,而后又找机会满足了她,就这样巧夺了乾隆的宠爱之心,最好的证明便是令妃如火箭一般的上位速度,按照清朝的规矩,宫女的晋升是有严格的程序的,通常都是从官女子,答应,常载到贵人,但是令妃在初次封刺时便直接被封为贵人,随后又在同一年被册封为令妃,三年的时间仿佛只是一瞬,转瞬间已至乾隆十三年, 魏家世的才华与美貌再次被乾隆皇帝所赏识,他再次得到提拔,荣耀的晋升为妃,而册封里的举行更是让他的地位在宫中稳固如山,要知道,在后宫中,许多人可能一生都难以晋升到妃位,但令妃却在极短时间内到了这个位置,乾隆对他的宠爱可见一斑,能证明令妃夺得乾隆真心的,还有他们共同生育的孩子。据统计,令妃在乾隆二十一年到三十一年这十年间, 就为乾隆生了六个孩子,没有真爱,又怎会生那么多孩子呢?每次令妃生死后,还没过多久,乾隆就会迫不及待地宠幸他,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怕别人以为自己对令妃失去兴趣,从而欺负他。 我们都知道,在后宫中,皇帝的妃子有很多,甚至有的妃子一生都未见过皇帝一面,从这里可以看出,乾隆有多宠爱令妃,甚至在令妃刚生育完不久,就得到了他的宠爱。 自那拉皇后被废治后,令妃在后宫的地位如日中天,乾隆皇帝或许是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或许是为了稳定后宫,他并未再次策略皇后,而是让令妃代行皇后之职,统领后宫。 这十年间,令妃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能力,他妥善处理后宫的繁杂事物,使得后宫秩序井然,他不仅赢得了乾隆皇帝的信任,更赢得了宫中众人的尊敬。 后来,乾隆考虑到令妃出身卑微,担心他会被人看不起,又把他从令妃一直晋升到了皇贵妃。 一般来讲,如果皇后还在的话,就不应该设置皇贵妃,可是乾隆就这样做了,足见令妃有多受宠。 然而,天度红颜,令妃的生命似乎也难逃乾隆挚爱的女人,皆短命的命运。 乾隆四十年正月初时,令妃和乾隆皇帝所生的爱女突然离世,年仅二十岁,爱女的离世对于令妃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的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悲伤。 女儿的葬礼过后,令妃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她在宫中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但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女儿的生命。 在女儿去世后的第十九天,令妃也离开了人世,享年四十九岁,关于令妃得知女儿死讯后突然暴毙的事情。 一度引起了坊间诸多猜测,有人认为令妃是死于后宫洞,是被人毒死的,也有的人认为令妃死于乾隆之手,那么令妃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直到令妃去世一百五十六年后,也就是一九二八年,她的死因才被揭开。 在一九二八年的深秋,军阀孙殿英的军队犹如蝗虫过境,对华北的农田和村庄进行肆无忌惮的截略。 他们贪婪地搜刮民财,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甚至将目光转向了皇家的陵墓。 当时住在天津的溥仪虽然已经退位,但在人们心中仍保持着皇帝的威严。 当他得知自己祖先的陵墓遭到如此巨大的侮辱,他的愤怒如同烈火般燃烧,为了维护家族的尊严,他立刻派遣了忠诚的手下前去处理此事。 当这支队伍抵达御灵时,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地宫中一片狼藉,珍宝被洗劫一空,皇室成员的遗体被随意弃至在关床的溪边两具棺木之间。 他们惊奇地发现了一具身着黄色龙袍的尸体,这具尸体宛如沉睡般安详,皮肤依然保持完好,没有一丝腐烂的迹象。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皇贵妃的嘴角还挂着一丝微笑,仿佛在告慰,世人她在离世时是如此的平静满足,而她的牙齿也没有全部脱落,依然完好无损。 而这个保存完整的尸身就是令妃的遗体,令妃的遗体为何没有腐烂? 据了解,遗体没有腐烂逃不过两种可能,其一,有人刻意在一个人死后进行了方腹处理,其二,遗体内本身就有着方腹的化学药品。 之后,专家们对令妃的遗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一系列的检测和化验,一个惊人的发现逐渐浮出水面,在令妃的体内,科学家们检测到了大量的猪砂。 猪砂,这种在中国古代常被用作颜料和药物的物质具有防腐的作用,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好奇。 猪砂的仿佛特性使得令妃的遗体得以保持完好,仿佛时间在她身上停滞,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历经数百年后,令妃的遗体依然栩栩如生,仿佛只是沉睡。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令妃的体内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猪砂? 据了解,令妃自有身体虚弱多病,嫁给乾隆皇帝后,她更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母爱,在短短的十年内生下了六个孩子。 这样的生育频率与数量,对于任何一个女性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更何况是身体本就脆弱的令妃,她的身体因为频繁的生产和育儿而日渐衰弱,就像一棵失去养分的大树。 枝叶渐枯黄,根基也开始动摇,夜晚,当一切都安静下来,她却饱受失眠的困扰。 而猪砂可以治疗失眠,为了治疗令妃的失眠,太医们精心炮制出一些猪砂药丸,供其服用。 少量的服用猪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期服用的话,就会对人体带来巨大危害。 因此,专家推断,令妃的死因是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生下了六个孩子,再吃一些猪砂,这才导致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最终在49岁相消欲养。 这也至今,关于令妃死因最重肯的说法,令妃虽然死了,但她依旧是乾隆最宠爱的女人。 乾隆不仅将她的儿子十五阿哥永远立为皇太子,还追封她为孝依纯皇后,被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宠爱,令妃的这一生也算是圆满了。 你觉得呢?